好,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了这个API的随堂测验的时间 那其实呢,有的同学在看这个API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比较有点担心就是说 API感觉好像一定要有一些城市背景的人才有办法理解这些 其实呢,我会觉得第十一章主要是在让大家知道API可以做哪些事情 而且呢,以及API可以帮你解决掉什么样的问题 要什么样的条件去配合 那其实你只要记得这些应该差不多就够了 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 好,我们来看几个题目 下列合者呢,是使用AdWords API的好处 好,这题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这题可能对大家会有一点难 所以你要一题每一个选项都要看得很清楚 好,这题答案呢,是D 广告客户他可以及时大量修改AdWords账户 也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些 有一些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 你的账户如果架构非常复杂 可能几万个关键字,对不对 那可能有时候你可能会需要 很快速的去根据现在的排名啊 或现在转换的情况去调整你整个广告的配置 好,那你用API的话就可以帮助你 去自动化去调整这些 那为什么不对? 不需要程式技术 当然需要程式设计技术啊,对不对 我们才有办法去做一个好的API嘛 对不对? 所以你本身当然是一定要有一些 程式设计技术的背景 或者是跟你搭配的必须要是一个 就是程式设计师等等的 然后才有办法跟你去做一个 这个好的搭配去做一个好的API 再来B呢 程式设计人员可以获得第三方程式码支援 有的同学可能会选这一个 但是呢,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是 你当你使用API 它并不会有任何第三方程式码支援给你 你今天呢 你本来就是你可以用程式码很多种嘛 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对不对 但基本上呢,为什么要有API? API就是呢 你自己做 你自己写的这个程式 要去跟AdWords系统做沟通 那有点API原项是这之间的桥梁 好,所以API只是一个桥梁而已 它并不是 它并不会给这个程式设计师 什么第三方的程式码支援 是不会的哦 请大家要能够清楚的了解这一点 它就是一个桥梁 一个沟通的桥梁 好,再来呢 广告客户可以登入AdWords账户 以便上传变更 这个C呢 跟API本身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呢 其实你只要账号密码 你就可以登入AdWords账户 可以上传变更了 这样子并没有具体的讲出来 API最大的好处 所以这一题答案是第一 广告客户呢 它可以及时大量修改AdWords账户 好,我们再往下看 开发人员全账跟验证全账 是用来追踪下列哪一项呢? 好,我们前面有讲到全账 会是一个有点像密码这样子的一个排列组合 对不对 好,为什么它需要有全账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API的这个是要付费的 它会根据你使用的这个单位去跟你收取费用 那它怎么会知道你用了多少API? 它就是用全账的方式去做追踪 所以今天如果当你想要知道 今天这个API使用情况的话 它就会用全账的方式去做追踪 所以答案是A,前面我提到了 OK,它并不是B应用程式对应用程式界面API的存取 没有那么复杂 它就纯粹是追踪API使用情况而已 那当然也不是C跟D C跟D是讲AdWords的应用程式跟使用情况 可是我们今天只要讲到全账 全账,对不起 只要讲到全账 那就一定是跟API有关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答案线说到就只有A跟B 它其中又以A比较适当 它可以去追踪使用的情况 为什么需要追踪呢? 因为API是要付费的 好,我们再来看 包先生呢,他有一个应用程式 是以AdWords应用程式界面 就是API制作而成 他想要在其中测试新的逻辑设定 但是呢,他不想修改 已经上线了AdWords广告活动 那以下哪一项工具会符合他的需求? 你看他重点是什么? 测试,对不对? 测试新的逻辑设定 但是他因为API要付费 可是他又很怕说 我这个做了之后我不确定 到底是不是效果是我想要的 那这时候怎么办? 他是可以在一个测试的环境里面去做设定 那那个测试的环境是什么呢? 这题就很简单,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过API有两个很重要的专有名词 一个是权杖,一个是杀箱 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在你的API有一个测试环境的话 那你要记得就是用这个API的杀箱 就可以在里面做测试 而且在里面测试他就不会用到这个API的单位 他就不会扣到费用了嘛,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是比较安全的 好,再来呢,再来AdWords应用程式设计界面 好像在API上面呢 开发人员可以使用的应用程式具有下列哪一种特性? 这题可能对大家来演也稍微难一点 好,没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答案 有四个,我们可以看一下你觉得你要选哪一个比较好 答案是A 可以直接跟AdWords伺服器做互动 就是说呢,我们前面有讲到对不对 为什么需要有API 就是说你可能自己开发了一个程式 那你需要这个程式,你希望可以去 可能去修改AdWords啊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API其实就有点像是这个桥梁对不对 帮助呢,你自己写的这个程式 可以跟这个AdWords伺服器互动 好,B不对,可以上传到多媒体广告制作工具 不对,API跟多媒体广告制作没有什么关系 再来C,可以在整个Google搜寻联播网中显示 这个也不对 这个你用API呢,跟你甚至搜寻 或者是多媒体广告联播网没有什么关系 好,再来D,只能透过AdWords编辑器使用 好,他把所有的功能全部都混在一起 这样也不对,API是API,Editor是Editor 差很多的,所以说答案是A,可以直接跟AdWords伺服器互动 好,如果你要设定系统自动执行AdWords报表 并且管理广告活动 好,广告客户可以采取下列哪一种方法 好,其实这一题我觉得看起来题目很复杂 可是事实上算简单,对不对 因为里面只有一个功能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 这个相关的服务是哪一个呢 就是API,对不对 你要使用这个AdWords应用程式设计界面 就是API的网路服务 才有办法,就有办法呢 让这个系统自动执行AdWords报表 而且管理广告活动 其他的都,B跟C我们都没有讨论到对不对 SQL跟DMX我们都没有讨论到 再来D,用多部电脑执行多项报表工作 这样子的做法也太笨重了 其实我们用API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方式 就可以解决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